探索未知的世界 寻找历史的答案 乘风天年的谜团 挖掘背后的真相 今日我们能否开启 大鱼奇谈 带你探寻未知的世界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鱼 今天呢 我们一起来探寻宇宙的真实性 虚拟现实是当前全球科技的领域最为火热的技术之一 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 你眼中的现实却可能是虚拟的呢 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不是一个幻觉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 电脑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坐在电脑前面玩游戏 游戏中的角色定然不知道有人在操控这个游戏 他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他想做什么事情是他想去做 而不是有人指导他去做 虽然现在很多游戏还只能是有人直接去操控 但是相信很快就会有游戏 只需要设定游戏规则 然后里面的人物就可以自行做事 过自己的日子 那么游戏中的角色该如何发现游戏之外的东西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造物组创造的规律 比如万物有万有引力 如果我们能打破这个规律 创造万有赤利的话 我们就可能发现背后的奥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人类可以通过电脑编程这种手段 通过一段段的程序代码 介绍一个个的虚拟世界 那么整个人类世界 甚至整个宇宙 是不是都处于一个庞大的程序当中呢 人类个体的我们 也许仅仅是一个庞大程序当中的一个符号 就好比某一天 人类的科技发展到了极致 可以创造出虚拟世界 而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2003年 牛津大学教授尼克·伯斯特·罗姆 曾经做出一个大胆的假设 他称我们可能生活在计算机虚拟生活当中 如果宇宙是被虚拟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知道呢 一些物理学家指出 有太多的证据证明 我们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比如 随着我们对宇宙的深入了解 我们渐渐地发现 宇宙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建立在数学定律上的 麻省理工大学的宇宙学教授说 如果我们是电脑游戏里面的一个角色 我最终将会发现 游戏的规则完全是死板的 为什么自然界中的物体 宏观上丰富多彩 但是微观的基本粒子 却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和电脑图片 虽然丰富多彩 但是像素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某个地方的某个人 编写了容纳我们的模拟程序 那么他就是神吗 其实创造我们这个宇宙的人 没有什么神奇的可能 他只是一个计算机程序员 因为我们也可以做到 换个角度来说 我们实际上也是计算机造物的神 我们真正研究宇宙的时间 其实非常短 所以对于宇宙的认识 非常的浅薄 并且目前的科技水平也限制了我们对宇宙的探索 所以各种望远镜成了我们探索宇宙的主要方式 有科学家提出 人类现在观察到的宇宙规律 可能并不适用全部宇宙 它只是适用于宇宙当中的部分区域 其实我们的现实感知是否虚幻被欺骗被操纵 一直是从古至今的哲学神学文学共同讨论的主题 随着宇宙的探知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 人们更意识到整个宇宙都有可能是某些高级的存在虚拟出来的 我们总是说宇宙非常大 但是如果不将这个大量化出来 估计许多朋友并不知道咱们的宇宙究竟有多大 举个例子 我们走路的速度是5公里每小时 而高铁的运行速度是300公里每小时 这样一对比是不是觉得高铁很快 但是这个是在地球尺度上觉得很快 如果把它放到以光年为尺度的宇宙当中 高铁的速度甚至连蜗牛都算不上 因为光的速度是每秒走30万千米 是不是碾压高铁呢 但是就是这种一年能走大约94,600公里的光速 在无限的宇宙当中也是无限速度 因为根据科学家推测 目前能观测的宇宙边界距离我们约460亿光年 也就是说光需要走460亿年才能到达 并且仅仅是可观测的宇宙 而不可观测的宇宙究竟有多大谁也不知道 可能目前人类看到的宇宙只占真实宇宙的百分之几都不到 宇宙的直径已经达到了920亿光年 所以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宇宙的质量应该是非常大的 但事实恰好相反 宇宙当中有很多现象已经证实了宇宙是没有质量存在的 我们知道一粒沙一粒尘埃都是有着质量的存在 所以它们的速度都不可能超过光速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只有虚拟出来的东西才是没有质量的 因为只有数据的存在 数据是没有质量的 每当踢进手机屏幕或者电脑屏幕时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都是由一个个不连续的像素点组成的 而科学家在微观领域研究微观粒子的时候 发现这些组成物质的微观粒子也是不连续的 就像组成图像的像素点一样 以人类自身举例 我们都知道人是一个实体 这个实体由无数个分子构成 而这些分子又由更小的原子构成 更小的原子内部还有原子核和电子 再往下还有中子质子 甚至有比中子粒子更小的粒子跨克和脱射子 更恐怖的是这些粒子中间有许多地方都是空的 也就是说看似一个实体的人 其实是由各种粒子在各种作用力下粘合起来的 而且宇宙中不仅仅物质不是连续的 甚至连空间、时间、能量都不是连续的 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由一份一份不连续的最小单位组成的 并且科学家研究发现 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不可能无限细分下去 它们都有最小的单位、样子 为什么物质不可以无限往下细分呢?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解释 不过有些科学家认为 如果我们的世界是计算机虚拟出来的 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好解释了 因为无论是多么高级的计算机 都会有运算的上限 所以为了让宏观看起来更加真实 就一定会在某一方面出现 节省运算资源的现象 而物质不可无限细分正是节省资源的一种表现 从量子力学著名的双分实验中我们能够知道 在有观察者和没有观察者的情况下 物质所呈现出来的形态是不同的 在有观察者时 穿过双分的测试电子成粒子特性 而没有时则成波的性质 对于这种现象可以打个比方 你的衣服在你穿它的时候 或者在你看它的时候 它就是一件普通的衣服 而当你将衣服放进衣柜 并关上门看不到它的时候 它就不再是一件衣服的样子 这种情况在现实当中确实显得很魔幻 但是如果我们所在的世界 是计算机虚构出来的 那就很好解释了 因为计算机为了节省运算资源 会将所有的粒子按照更节省资源的波的方式去计算 就是当某样东西被人接触或者是看到的时候 计算机才会将这个物体进行复杂的计算 也就是呈现出粒子的性质 我们都知道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理论 在相对论中有一条假设 即光速恒定并独立于任何参考系 并且相对论认为 一个物体速度越快 所需要维持这个速度的能量就越多 而当这个物体无限接近光速时 所需要维持这个速度的能量也就是无限大 所以说任何物体的速度都不能超越光速 那么为什么光速根本超越不了呢 科学家在现实中毫无头绪 不过假如宇宙是虚拟的 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好解释了 我们都知道 计算机CPU的刷新频率不是无限的 而是有上限的 如果一个CPU是4赫兹 那么就代表这个CPU每秒刷新40一次 而光速之所以没有办法超越 是因为光速带来的计算量 是这个模拟宇宙计算机的上限 也就是说光速是它支持的最大速度 所以无法超越 如果问人有哪些感觉 大家都一定会说出很多 比如嗅觉 听觉 味觉 等等 那么你知道这些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吗 首先眼睛可以看到光 而光的本质其实就是电磁锅 耳朵可以听到声音 而声音的本质就是机械锅振动的频率 舌头可以尝到味道 鼻子可以闻到香味 这些本质就是各种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这些感觉最后都会转成电信号 然后被神经传送到大脑进行最后的处理 所以恐怖的地方就来了 有科学家曾经根据这一情况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 钢中之脑 这个实验将一个人的大脑放到一个充满营养液 并且能够保持大脑正常使用的钢中 然后将神经连接到电脑上 电脑持续不断地向大脑传输信息 使它保持一切正常的感觉 可能在这个人看来 自己正在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看电影 而实际上它只剩下了一个大脑 所以既然人类的所有感觉都是一种电信号 都是可以被模拟出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 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呢 或许谁都不知道这个答案 我们通常所成的自然规律并不是普遍规律 它只是我们的宇宙这一小块的地方法规 在多重宇宙合集的其他地方 有着极为不同的其他规律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切的话 那我们将触及有关物理实质性的 一系列非常深层次的问题 因为就在我们的宇宙和其他宇宙中 一定存在着远远超过今天地球水平生命的可能性 可以想象最复杂的存在体可能不是有机生命 而是某种超级计算机 但是一旦你认识到在我们的宇宙 或者其他宇宙中 可能出现远远超过我们人类大脑 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任何计算机的复杂性 那么你就不能不得出一个极其不寻常的结论 那些超级或超超级的计算机将具有怎样的一种虚拟现实的制造能力 不只仿真一小部分简单的现实 而是仿真整个宇宙的很大一部分 接下来当然又会产生其他问题 如果那种超级计算机制造的虚拟现实 比宇宙本身的数目还要多得多 那么我们会不会就是其中之一呢 实际上如果所制造的虚拟现实比宇宙数量还要多 例如某个宇宙中有许多计算机在制造许多的虚拟现实 那么很有可能我们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原造生命 这种观念开创了一种新的虚拟时间旅行的可能 因为制造虚拟现实的高级存在物 实际上可以重新运行过去 这个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时间环 而是过去的重建 由此使高级的存在能回头探查它们的历史 如果我们哪一天能改变宇宙了 到那时候也许宇宙的现行规律 可能将不再支持现有宇宙 宇宙或将瞬间不复存在 这是一个矛盾体 当我们越想了解宇宙到底是什么 当我们越接近真理的时候 我们的宇宙就有可能越接近毁灭 因此人类有可能被永远禁锢在这个宇宙当中 我们永远也无法感知宇宙外的事物 但是这并不表示人类的未来是悲观的 现阶段我们要做的是寻找这些虚拟数据 也许这些虚拟代码并不是我们能用肉眼看到的原子 或者是更小的物质 可能它存在于更高的维度之中 总而言之 随着科学家对宇宙的研究 从宏观转到微观 从近距离转到超远距离 越来越多违反常理的情况被发现 也正是因为这些发现 才让人类对宇宙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 但是不管怎么说 即使我们所处的宇宙真的是一个模拟程序 但是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来说 它却是无比真实的 所以开心过好每一天才是最好的选择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 点赞 评论 转发 如果你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想看的内容 请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